李渊晚年亲眼看大唐繁荣,死前曾愿情百贯,夸要李世民攻击。 玄武门之变中,李世民杀掉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,又逼迫父亲李渊立他为太子,便让位于他这对李渊来说,是个巨大的打击骨肉相残父子相逼这,是李渊不愿看到的情景,但是毕竟发生了该来的,总是要来武德九年的。 那个夏天李渊的内心,一定被敢煎熬李世民集围之后,李渊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大安公。 不再过问国事贞贯八年的三月,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李渊在两一店宴行突,绝食着李世民带领朝廷的重要官员,参加了宴会研习上。 他对长孙国记说,当今满一律浮古为常有,长孙无忌急忙洗身祝贺李渊哈哈一笑转身,对李世民说,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 说完四九一杯唐太宗恭敬的举杯敬酒,并说,百姓获得安宁周边少数民族,都归赴大唐这一切功劳,岂是我一个人的功劳? 李世民是明白人他知道他今天的辉煌,有父亲一半的功劳。 这一年李渊还道,军队未劳将士,并在未央公设验三品以上的官员,都倒会此时的李渊姑记忆,已经感觉到生命快走到尽头了,那是一场盛大的宴会宴会中,他让邪立刻喊跳起了胡荣舞蹈。 又是南岳酋长冯志带即兴勇施李渊,看到此情此情兴奋地说道,胡岳以家自古为之有也,太宗举杯敬酒说道,孩儿年幼时深受父亲教诲,是您教育我为人为君之大,后来我跟随您举一旗平定经师薛举,刘武周,王世崇,窦剑德等悉数平定数年时间,统一天下承蒙父皇后爱为以重任。 如今上天垂流